即时新闻综合报道,最近国外网络疯传一张裸男汽车在Made照片,但其实仔细一看才发现根本不是这么一回事,原来大家都被骗了,其实是因为拍摄角度的关系,才会让男子看起来像没穿裤子,但他事实上穿了牛子裤。 照片上可以看到,一名男子看似全裸汽车,后座坐着一名短发女子,但仔细一看,其实男子是穿着牛子裤,那双看似是男子的白膝长腿,实际上是短发女子的,只是拍摄的角度,让人误以为男子全裸,没穿裤子,但他只是裸上半身而已。 在论坛RedditPO出这张照片,引起讨论的网友写道,谁可以和我说,我不是第一眼看到这位裸男的人。 结果获得网友热烈回应,大多数网友第一眼都将男子看成裸男。